而因應農曆春節9天的廉價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为了提升台九線梳花公路的服務品質 也推出了智能小路AI路況機器人 放置在梳花路廊三處停靠點 提供民眾即時詢問路況、旅遊資訊 或者是和交控中心視訊對話等多元服務 期盼可以方便遊客調整行程避開塞車 往宜蘭路況 只要切摸肚子就能喚醒小路機器人 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近年春節廉價期間 推出智能小路AI路況機器人 放置於蘇澳服務區 統一超商南澳門市 與秀林鄉和平台泥達卡園區服務台 提供民眾直接詢問 宜花及時路況、交通宣導資訊及臨近觀光資訊 還可直接與金越公路段南澳交控中心視訊 方便遊客調整行程避開塞車 宜蘇澳通宣導資訊 喂你好 不好意思我現在人在花蓮喔 那請問一下我現在回台北 請問一下目前蘇花改的路況怎麼樣 好那我現在先說明一下 目前蘇花路廊的車況都是正常的 那目前的速率大概都可以維持在60到70公里 小路機器人 路況機器人呢 他是放置在我們的蘇花路廊的北中南 各三個點位喔 那北邊是在我們的蘇澳服務區 那中間的這個點位是在我們的這個南澳市區的一個7 在南端的話我們是放在我們的呃台 你的一個打卡園區喔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一個路況資訊的分享喔 我們一直以來是認為說 我們在這個塞車是一個負面的一個名詞喔 那我們希望透過需求轉移 透過這個路況資訊那個機器人 他除了去分享即時的路況以外 他也可以去把周遭的景點去分享給各個用戶人 透過這樣需求轉移 讓這個蘇花改這個上面是擁設的狀態的時候呢 在還沒有進來這個蘇花改的這些用戶人 他可以轉移到其他的景點 除了即時的路況以外喔 他也可以去分享周遭的一個景點 針對不同的點位啊 周遭的一些不同景點 都可以跟用戶人做一個分享以外 他也可以去讓用戶人去了解到 我們這些我們在蘇花改隧道內 要去了解的一些防災的或是避難的一些措施喔 智能小路與公路總局的吉祥物幸福公路為基礎 除了有該局公路監理運輸業務諮詢 並提供火車時刻與氣象預報等服務 事半階段的智能小路若成效不錯 未來不排除延長放置時間或增加擺放據點 歡迎民眾自公路總局官網或加入LINE賬號好友 下載幸福公路APP或監理服務APP 即可隨時與智能小路問答 隨時掌握路況 記者長幫眼華靈師報導